穿着黄色上衣 红色背心戴着渔夫帽 双手用毛巾盖住 坐在轮椅上 看起来相当憔悴 她是在金华城弊案中 涉嫌行贿 遭到积压禁件的被告 威京集团主席 沈沁金 77岁的沈沁金 在三名矫正署人员陪同下 到布立台北医院就医 她因为插队看诊 让民众留下印象 PO文说看到她全身抽搐 最终被送进电脑断层室 全身一个抽搐 当然如果脑肿瘤 然后有一些病变 甚至出血 这也会影响一些脑部的功能 也造成一个抽搐的状态 过去台北看守所 曾有再押被告突然暴毙 后续清查 竟是律师绿见时偷塞药物 不只是要力拼就医 还是想将人犯毒死灭口 因此神经经身体出状况 北索上警发条 索性现在警报解除 神经经的委任律师胡元龙 六号下午又再度现身台北看守所 他到北院提出抗告后 高院认定神经经有逃亡之余 连同吴顺明 彭正生的抗告通通驳回 而被关押在女子看守所的应小微 委任律师则在六号下午提出抗告 进华城案仍然持续延烧 三地新闻孟国华 陈昭文新北市报道